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会去品尝一下我们这里的绿菊 我们看这些绿菊都已经到成熟的岁数 我们准备进入一个塞栽的时间 我们看这边好多绿菊已经成熟了 现在我们准备把这些绿菊塞 今天先带大家绕一圈 我们看这边满地都是果 然后上面这些也都是一样 我们现在会先绕一圈 ok 然后我们看这边是一个砂糖菊 ok 好我们看现在看的都是果 现在甚至果感觉上还要比椰子还要多 然后我们要使用这个竹杆要撑起来 要不会会端掉 我们看这是菊子 我们叫这里是绿菊子 不是橙子 感觉上就像橙子 可是其实这边都是绿菊 绿菊 ok我们看有些下雨的时候 有些也要掉落在地上 今天我先绕一圈 让大家看看 连这么小小的我们看果都已经变成黄色 就是已经打到最成熟的时候了 ok我们看香皮 越黄的它的果会越好吃 我现在会打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 ok 其实我们吃一口就可能会上瘾了 我看 有看到吗 这个地方要吹下来了 快端掉了 ok这样子 快端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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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看啊 现在我会打开给大家来看一下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样子 哈 我们看盒子很少的哦 这个怎么讲呢 特别的好吃 这样子嘛 哈 因为我们这些哈 都没有使用农药哈 所以我们就会直接吃 都是很好吃 都是很好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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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看 很漂亮 然后我们看 整颗都是裹的 都是黄色的 然后我们看 现在已经成熟了 所以有些已经开始呆花 今天我会让大家有个饱满眼睛的 OK 这边 现在我们看 太阳开始出来了 刮满了果 OK 我们看 像这颗 都是刮满了果 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呢 就像一个秋谷一样 高高低低 然后排水很好 所以一般 柑橘类种下去的时候 特别很甜 因为是没有积水 不管什么水果 特别是柑橘类的这种 如果是积水的话 就是会很淡 味道就很淡 待会我会打开 我们看 这个皮越黄 它的甜度会 会越甜 OK 我们看 这边 然后我们这里还养好多鸡 OK 我看 还养好多鸡 然后我们看底下的是有排水的系统 有排水系统 我看 像这些黄色的 这些都很好吃的 然后我们的这里的中指的距离大概十米 然后根根根是五米 然后 苏根苏是四米 OK 我们看 都是橘子 好 OK 游戏 还不是很成熟 我们看 这边 是绿色 OK 这样子 我们看 这些长的也是比较高的 啊 今天只是顺便让大家看一下 体验一下 看我们这里是怎么种 这些橘子的哈 你看 有些已经开始带花了 带花 这些 怎么看 好漂亮哦 ok 这样子 一整片 好 今天呢 我的视频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此而已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给我留点 留下评论 和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哦 好 在下一个视频呢 在下一个视频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其他的更多更好看更有价值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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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